这家是传承的三代人是吧 三代人 我现在在红奈啊 现在要去吃一家肉粽啊 这家也是开了非常多年 在这边非常有名的一家老字号啊 一起去看一下吧 到了啊 看一下啊 他这就有一些汤 然后还有主要是粽子啊 好几种粽子 这是刚煮好的 肉粽啊 然后还要放一些下去煮 这是一些炖罐 给我来一个肉粽 然后来一碗肉丸汤 没有啦 那现在有什么汤 好几多碗汤没有 那来一碗小长汤吧 有三种酱是不是 这花生酱跟甜辣酱还有什么 蒜 都要都要 上来了来看一下 要了一个肉粽 还有一碗小长汤 他这小长汤是加了 加了点豆腐 这碗是八块啊 吃肉粽我喜欢配清汤啊 然后这个是小长 先来一口汤啊 他这个汤底应该是骨头汤啊 喝起来就是比较清甜 这个是豆腐 乳水豆腐 有点那种 乳水的味道 小长 吃肉粽就应该喝这种比较清一点的汤 再来看一下这个肉粽啊 我要的是普通的 普通的是六块钱一个 然后他上面就加了 加了一些蒜泥 一个甜辣酱 还有一个 应该是花生酱啊 然后看看中间啊 加了香菇 这个是香菇 然后这个是 蚝肝 肉 这块是 应该是腿肉 然后还有什么 鸡蛋 等于就是 里面包的 肉 蚝肝 香菇鸡蛋 六块钱一个 来试一下啊 我们这边猪肉粽 这种标配就是一定要有 甜辣酱 在家吃也是一样的 然后在外面的话 他有时候会配一个那个花生酱 加一点这个蒜蓉 这块肉 挺大一块的啊 然后刚刚我问了 那个阿姨说他们 这家是传承的三代人是吧 三代人 百年历史啊 真的是一家老字号啊 六块钱一个包的 肉 香菇 海粒 还有那个鸡蛋 其实这个价格算可以啊 糯米 也已经煮的比较 火候比较够 吃起来口感的味道都不错 这个甜辣酱 要多一点 会更好吃啊 你看 它是每个里面是两个海粒啊 反正我这一个吃到两个 一个肉粽 然后配上一碗清汤 很简单 但其实吃得很舒服啊 这也是他们镇上非常有名的一个老字号 然后肉粽也是 烧肉粽啊 比如说缅南地区比较 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小吃的对 然后有到鸿来的话 可以试吃他们家的肉粽 个人感觉还挺不错的 有没有吃过的浇拌 你 觉得怎样 平安 非常好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包括 非常好 谢谢大家